中国大陆不可能去绑住伊朗的手 或者去阻碍伊朗发动任何攻击 而不管伊朗是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一次的报复 中国大陆也不会提供给他武器或者资源 都不会 因为要扮演一个和平的实责的角色 你已经把这个伊朗跟沙特已经弄在一起了 你对伊朗任何帮助会使沙特不愉快 也不好 因为沙特已经不让伊朗的火箭 无人机飞越它的领土了 所以伊朗如果要攻击以色列 就必须绕一个很远的道 这个有点的麻烦 接下来中国当然要呼吁和平 要鼓励大家能够冷静 等到说这一轮发泄完了以后 因为毕竟伊朗是讨个面子 讨个面子就不可能撑太久 哪有人为了个面子问题弃一辈子 也不太可能 所以尽管是一波两波 那大概火箭无人机打一打就结束了 约旦是没有能力去拦截 不像沙特有比较强的空军 约旦的空军没有能力去拦截伊朗的 但是美国在约旦有基地 美国的军机在那边起飞 有能力拦截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 所以大家看了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兵器大赛 看这个刚才帅教练讲的很对 怎么打海空陆战 也没有飞机 伊朗没有飞机 没有像样的战斗机 两方面也没有什么海岸 难道要跑到波斯湾去打吧 这个差太远了吧 所以就是无人机跟火箭 除非你伊朗又有办法像以色列这样做特务作战 你大概看起来伊朗过去的特务作战 也做得实在不是很理想 那结果怎么办 那就是赶快草草了事 这个报复一下 对于哈马斯选出来新的领导人 是有名的强硬派 不过我的看法是 强硬派你手上要是没有东西的话 巧妇难为无名之吹嘛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要武器没武器 你在那边也玩不出个花样来 但是有的这个事件 就是所谓哈尼亚被杀事件 短期内当然不可能有任何和谈的进度 这个就是以色列要的 以色列要什么要和谈 被美国国际声音逼上谈判桌 你说以色列有任何意愿想要和谈 不像 一直打下去 那台亚服的地位越稳固 他为什么要 对 对不对 暂时停了以后 搞不好就被追究 为什么你防守不远 让国土被阿萨克洪水行动公路 就反而是一笔账 那他这样的位置更不保了 对啊 会更不保 他当然不希望 所以 他不是没有考虑过 暗杀哈尼亚 跟让停火来进行哪一个重要 谁都知道这两个是冲突的 对 可是 谈判以后还有机会谈判 搞不好暗杀哈尼亚以后都没机会 所以他这个两者选举的选择结果 他就是暗杀哈尼亚 那美国当然生气啊 美国希望和谈啊 有利他的总统选举 又有他的中东布局啊 可是现在呢 就是被以色列翻桌了 对 那你翻桌怎么翻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阿拉伯国家很苦恼 约旦本来是最亲美国了 现在也只好跟中国说 哎呀 遥远的兄弟啊 你那有没有办法 帮我想想办 我现在不想怎么办 我怕那两边都气打八倒 我就在中间 不小心就被挨揍了 是 所以对于这个埃及 埃及是不会设置到这个火弹啊 丢错了 但不会有这个问题 埃及太远了 可是埃及很尴尬啊 对啊 你要反以色列 好像也怪怪的 因为他一向跟以色列 采取是一个相互和解的政策 你不支持哈马斯 好像也怪怪的 你同样是伊斯兰 所以不同民族 毕竟同样是伊斯兰 所以我是觉得 这些国家很尴尬 就是说哎呀 中国你声音大一点 你帮我讲讲话 新华尔目前的处境 它能够牵制停火 牵制和谈吗 不可能啦 你的前面的领导人 刚被干掉 对 你现在怎么可能啦 对不对 至少要打一打 打的再分个高下 以后再说吧 是 所以你看 刚才我觉得帅教宁讲的 非常非常的精道 就是说 你要有多少本钱打仗啊 对 那好 剩下一点点残羹 剩饭的 拿出来打完了再说吧 不然怎么办 对 这一口气 没办法 没办法 对 那伊朗也是一样 你伊朗想打 他也不想打 对 他先选入总统 这个总统为什么会当选 就是他想跟西方和解 能够让伊朗的经济好一点 大家过稍微好的日子 所以 投票选的是 这个总统 是这样一个政策目标嘛 那现在来这个 他也不能 因为最高领导人说要打嘛 对 这个什么 他们的教宗说要打 你说也不能不打 那打就 也不太可能太严重了 为什么 你会为一个外国人在你家里面 这样面子问题去牺牲你很多 自己的人民的生命吗 算算 当然不会吧 对 没有这种领导人嘛 我不相信 对不对 那自己防守不远 自己的情治单位有问题 安全单位有问题嘛 对 所以抓几个人起来打打屁股 交代一下 然后想办法 轰一轰 对不对 是 无人机等等 如果到时候被拦截得很厉害 就是我讲的武器大展 可能美国武器卖得很好 如果美国武器拦得不好的话 那伊朗的武器就卖得很好 对 所以现在其实美国的官员在那里 一直喊或者一直说 不能跟你讲到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对 都只是虚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美国并没有想要停火 美国只有现在民主党想停火 共和党根本不想停火 还是 还是有点障碍 对于这个 Timothy Walls 他因为有在中国的资历 但是我们要很客观点 美国政客 现在弥漫在反中的气氛里面 不会有个人对中国的好感 不会 他们会顺应的这种 选民的气氛跟媒体的气氛 去表现他们反中的不同的态度 没有不反中 只反中的角度不一样 像那个Timothy Walls 他就开始在谈什么六四 他刚好在那边 就是要塑造他这种很特殊的一个立场 那现在讲对了 这两个人就是同样的镜子里面的两个人 就是非常的左 非常的所谓大白左大黑左这种角色 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 那个州里面气氛也适合这个 但是如果以个人的素质来讲 能不能端到台面上 在美国台面上 让人家很乐意捐钱 帮他去说 这个就是我们很尊敬的美国总统 不可能啊 以前贺锦丽被穿什么 就是说最害怕 拜登突然倒下 贺锦丽当美国总统 你忘了这个事 他就是个大白幕 真的是个大白幕 可以跟他比了 这以前一个美国副总统叫奎尔 只是因为现在身体不好 拜登身体不好 让他有这个机会 去代表反川普的力量 你说真心觉得这个美国总统端得出来 很尊严吗 那小报对他显得不堪入目啊 这很麻烦啊 我觉得美国小报也是很坏 不舍很多 问题是小报发行量比较大 这个见纳史很清楚 而且很多人都是白天冠冕 你通常晚上再买个小报回家看 就别过来很喜欢这种娱乐啊 那Timothy Walls 对他帮助相对很难加分啊 其实就跟川普的副手 也很难帮川普加分 一样的道理啊 因为这个Vance 没什么太大的缺点 跟我们调言都好 可是民主政治时代 就有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你讲话长相要讨人喜欢才有票 Jelly Vance就是那个长相跟讲话 不讨人喜欢啊 不讨喜啦 这很麻烦啊 这个老白男比较讨喜 比较讨喜 亲和力比较够 亲和力比较强 这是民主政治一个很大的特性啊 你那Jelly Vance留个大胡子 就有点那种 我也讲不出来 那种Camp Street 民调都说妇女不喜欢他 那你还玩什么游戏啊 我欠他赶快把胡子挂一挂 他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要到太空站的火箭 马斯克的SpaceX 目前还没有被 确定是可以做的这个用途 他发射卫星啊 各方面没问题 要到太空站的工程技术 另外一个考虑 那你StarNiner 波音公司的 已经证明 故障率很高 那现在怎么办 对 现在全世界证实的 可以顺畅在太空站 来回的 只有一种火箭 叫长征火箭 你要不要借用一下 没辙啦 很想啊 但开不了口 不是啊 现在唯一没有故障的 可以顺利来回太空站的 而且中国的那个太空站的轨道 还比现在那个国际站 还更高一点点 所以表示说 长征火箭有好多型号嘛 不然你叫那个拜登 自己来挑嘛 像那个像看车子一样 看挑哪一个火箭 中国叫做朱尼嘛 那你就厚着脸皮来要啊 对 要不然那两个太空人 如果在这个太空站 那边待太久 他本来没有要待那么久 是 他也没有那个心理准备 也没有那个训练的准备 你已经把它丢到那边 那如果在StarNiner 一直迟迟不上去 那你怎么办 那你现在是叫那个SpaceX 马斯克赶快去修改 他的火箭的程式 他什么里里哭哭了 没有回过 美工河是一条很特殊的河流 在柬埔寨被视为母亲河 因为他的主要的这个 在东南半岛主要的河段 都在柬埔寨 在北边是有老沃跟这个泰国 但是只是在边界而已 所以在柬埔寨内部 是很长的一段 可是很特殊的 就快到这个南海的时候 突然一弯到越南境界里面去 那就会有点麻烦 也是越南一直都想要控制 柬埔寨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一直跟柬埔寨收过路费 对 一方面就是越南每一次 都要跟柬埔寨的船运 收过路费 柬埔寨心里当然不太愉快 在战略上也很容易受制越南 对 那他又没有能力去盖个什么 水库 去把这个水给结住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想到的方法更好 我开个运河 那有一半的水经过运河 流入到我首都金边旁边的海域 那我的金边的船 可以沿着运河往上开 开到我的北部 我北部的船也可以往下开 再到快到越南的边界的时候 分岔 我就转到我自己国内的运河里面来 就直接到金边 那要国际贸易的话 就直接从金边用大船把它载走 这个对柬埔寨是百无这个一害 非常有利的 那越南当然不舒服啊 对 对 我控制权丧失 然后我利润丧失 然后本来我坐地为王 对不对 可以对你邀惑这个 邀惑那个 现在不行了 那谁帮柬埔寨做这个工程 你柬埔寨也没有能力挖这个运河 不要受柬埔寨 越南也没这个能力 而且现代化的运河 不是我们自己随便挖 我们古代用那圆锹挖一挖就好 跟金航大运河的挖法不一样 都是要快速的 而且工程蛮浩大的 所以你看他的首相会这么开心 当然开心 他一定视之为说 这个是我的十大建设 蒋经国会讲是我的高速公路 他会讲是我的 我上任没多久 就马上有这条大运河 而且不用自己出钱啊 中国又给他低利贷款 那为什么不好呢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惠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惠协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蘆惠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惠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惠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层你的KS 做你的Kare 做你的Kare 感谢观看